謝謝大家 其實這部片我們大家也看得出 其實真的很辛苦 裡面有蠻多 其實我的名字裡面有個浩劫 應該這部片應該要請我的父親聖靈浩劫 因為導演都一直在Bug 那其實重新來看台灣這座山林 他有展現一些自己對於這個土地的一個 一個自己的愛在裡面 那我想先從導演來講一下 當初拍這部片的一個構想 謝謝 這起來很感動 謝謝大家在現場 經歷這九十分鐘很特別的旅程 這 大家看到這九十分鐘旅程 其實是 尤其兩年來非常辛苦的一個路程 雖然這個九十分鐘的路程 大家可能有時候會走個岔路 有時候可能看不懂 不知道路在哪裡 直到最後我想每個人都找到了自己的路 這個路不管是首要的路 我希望大家都在這個片子的感情之中 可以找到自己的路 那 那 對不起 我只有一個玩笑 不知道我問你 其實我自己 有去看你的臉書 其實裡面有蠻多是 像那首月光 我自己看到後來是有點感動 尤其他怎麼變模糊的時候 那首歌 也就是 有一些是你自己對你的父親 還有你自己對自己的一個 是你的想法 就想說可以講一下那時候的動機 尤其是取得呼吸森林這麼一個 非常詩衣的名字 其實片名叫得呼吸森林 是 很困難的 因為片子 不是只要向得呼吸致敬 其實是要向整個台灣致敬 像就是我自己的故鄉 那要透過得呼吸這個 角度來看 是因為 當然也部分是因為我父親 以前很喜歡得呼吸月光這個 這個曲子 所以之後把它 決定把它放進來 跟片尾這個 小美的臉做一個結合 其實 我有一個想 那時候的一個想法 就是說 其實 我們人跟這整個自然 是可以融合一體的 因為音樂的來源 對我而言 其實就是大自然聲音 的奇緣 大自然所有聲音的細節 都是 可以影響我們的聽覺 然後我們因為受到這些影響 而慢慢的把它變成音樂 那個呼吸其實作曲的時候 也是受到很多大自然的影響 那 那 最後 我們看到 揮露美的臉 其實整個模糊掉了 那 就是 在這個月光的籠罩之下 其實對我而言 就是 一種平衡 一種融合 一種境內 那至於大家 是以前上的解禮 我覺得這 就 看大家自己 那 我也 要很謝謝 兩位演員 對我的信任 在這部片 我想大家可以看到 很多時候 其實都台湾的背後 一般也應該很 不習慣那件事情 然後 看最後 小美的表演 這麼精采 我還給大家 胡椒 所以 是要打聽 對不對 所以 謝謝他們 在這部戲 好 好 掌聲鼓勵 謝謝你們 其實靠狼天 我們很佩服 兩位演員 演出 尤其是 在這樣的環境下 然後像 鹿姐啊 對啊 演裡面的師弟啊 然後 為了每天 方野求生 可以講一下 演這部戲的那種 在生理裡面 生活這些 自己的感觸 先謝謝大家 我在那個 住的 之前還很 八斗中 我覺得 我覺得演員 一直想遇到 一個好劇本 然後 尤其是我 一隻乞丐 透過標的音術 包括現在 我在做的事情 跟大家說一些話 就當然 我不可否認 電影是 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是娛樂 但是 這個劇本 我們接到的時候 就覺得 哇 我在台灣 拍了這麼多年戲 我沒有看到 第一個 我們看見了台灣 各個山林 第二個 我們有一個 很 我覺得很像一個 詩 去講一些 我們現在 其實我們很 需要 大家關注的一些話題 包括環境的保育 包括人間的情感 或者是你自己 一個人要怎麼走出去 當然我都希望這個電影 大家每個人都能自己 去找到這個答案 但是 作為一個演員 遇到這樣的劇本 就是被尖刻 然後 這個電影 可能很多人 一下子沒有辦法進入 可能一下子沒有辦法找到這個答案 可是 就是 我期待這些電影慢慢地沈澱 就像 德布希那時候 在做音樂一樣 那個時候 可能不是很多人 今天懂他的音樂 而且他可能要傳來的東西 好多年以後 大家回去聽 就覺得 我好像 收穫了一些什麼 所以我覺得這個電影 可能是 需要大家消化 或者是飲釀一些 一些水 一些水